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和大家数数各种消息股焦点股份 谈了周大覆线 无事关暂时是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公布了截至9月底指中期 按年比较多赚3.6% 顺利超过45亿 中期息每股派2.5% 至于收入增长6%至到超过495亿 不过今天在业绩公布之后股份要受压 跌幅压近一成左右到10.84亿 至于东方因选向母公司 新东方配股集资超过16亿 东方因选母升跌到31.7毫半 至于新东方便要跌1%到56.7毫半 再谈谈电信营科 看到有报导指电信营科计划用78亿 出售光纤业务的股权 最新股份升幅超过1分之2 佈4元0.2先升到8先 股份见了52周高位 焦点板块继续和大家谈谈 内房股大致都要受压 不过要留意行业的消息 彭博方面引述消息广道 据报内地金融监管部门 考虑允许内地银行第一次向房企 提供无抵押的流动资金贷款 即是不需要提供土地等等的抵押品 另外都继续关注早前的消息 深圳方面降低二套房守护比例 并且取消按普通和非普通住宅 划分首付比例的标准 当房股方面 今天大致都要回涂 中海外跌1% 报15.38元 印地跌幅挨近2% 报30.5毫半 农获集团跌幅亦要超过2% 报15.26元 碑国园跌幅6% 过外跌1元以下 9.8元的现价水平 看晚货 都要略为偏远 跌7先 融创中国跌3% 屋费跌7% 报3.7元 阮阳集团跌半成 过外 恒大都要向下跌幅 超过3.3元 版面上 暂时得月售地产 就可以向上升到3千左右 报7.91元 先看看内银的情况 事关刚才提到的消息 就是内地方面考虑 允许内银方面第一次向房企提供一些无抵押的流动资金贷款 市场关注 会不会影响未来内银的不良贷款情况 见到公行方面 就要暂时跌1% 报3.7.9元 建行跌幅超过1.1% 报4.5.7元 农业银行也要受压 报2.9元 中国银行跌3千 报2.8.7元 交通银行跌6千 报4.6元 交通银行方面也要向下跌幅接近百分之2 报29.6元 中信银行、民生银行都要受压 至于右储银行跌幅超过百分之2 跌8千 报3.5.9元 个别有消息的股份 还要看借国泰 不过暂时股份没有升跌 公布了10月份的运载量持续上升 并且预期全年将会流亏为盈 看回他们10月份的载载量 按年就增长3倍2 不过就比起9月份的按年增幅4.8倍低 至于载货量也有增长压近1.4元 不过也低过9月份1.5元的升幅 国泰现价8.14元 至于其他的中资航空股 东方航空跌超过部分之1 报2.6.4元 南方航空股额大一点 跌2%国外跌9千 报3.8.3元 国航方面就立为偏异一点 跌2千 再和大家看看手机相关股份 今天就个别发展的架构 根据行业分析公司说到 10月份的智能手机 至2021年6月以来 再次就录得2年比较的升幅 并且预期在市场在未来第四季 仍然都会录得升幅 手机相关股份 对我给发展 接下来